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月31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华尔街日报星期四 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 中国副总理刘鹤建议 川普总统下个月底在越南会晤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后 前往海南会晤习近平 解决两国间的贸易纷争 川普总统也同时在推特上说 他不久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 而在此之前美中不会有最终协议 美中两国高层官员星期三 在华盛顿展开为期两天的贸易谈判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传出谈判取得突破的消息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 刘鹤这次带来的让步大多为大笔购买美国农业和能源产品 并向美国投资开放中国制造业和金融服务也 无法满足美国提出的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的要求 彭博新闻社星期四报道说 没有迹象显示 中国会对美国提出的深度改革的要求做出让步 川普总统在星期四的推文中说 星期四在白宫和中国副总理刘鹤举行会晤 美国商会负责国际事务的执行副总裁布里恩 星期四对美国商业新闻网CNBC说 他觉得双方都有决心要达成交易 但问题是什么交易 他说他们听到传言说 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等一些敏感问题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 但是没有听说双方在这些领域的谈判取得了进展 彭博新闻社报道说 虽然目前看来本轮谈判双方可能达不成协议 但白宫已经表示要在谈判结束时发表声明 强调双方在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等关键领域的谈判中所取得的进展 在另一方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 再次否认中国政府帮助企业窃取美国技术 他说 希望美国以他所谓的开放包容的心态 看待中国的科技发展与进步 孟晚舟被引渡美国似乎不可避免 根据起诉书看 其实任正非处境更不妙 美国从国家安全高度对待华为事件 任正非以后如果踏出国门 必有重蹈旗女覆辙的危险 其他员工可能成落网之鸟 华为悲剧了 一篇任正非不能出门了 美国罕见大规模行动的网络评论文章 解读了美国司法部对华为的起诉书 文章说 首先任正非以后不能出门了 起诉书里面说2007年他就欺骗FBI探员 这在美国起码是Lie to FBI 是妨害司法公正 其次华为分公司所有人都有严峻的法律风险 因为他们涉嫌破坏证据 掌握实锤的人已经回国 留在美国的估计也如坐针毡 再者 这个案件一开始就有负责国家安全的 助理司法部长参与 不是某地联邦检察官私人行为 看参与机构数量之多 知广 美方策划已久准备充分 另外 HSBC去年和华为停止业务往来 把华为吓得满世界安抚其他银行 现在这个正式起诉以来 华为的国际融资雪上加霜 整个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可能都有类似困境 司法部文件非常详尽地描绘了 华为试图偷窃T-Mobile技术的过程 文件第19页47段还揭露了 华为有个奖励技术 欠密的Bonus Program 可见欠密行为已经被组织化 流程化了 对于一个已经将 欠密行为流程化的公司 即使司法部不下手 其他科技公司也应该限制 将来和华为的合作行为 美国公司自己也需要为保密负责 文章最后还说 FBI这信息搜集能力实在是强到不可理喻 邮件信息还罢了 视讯会议记录是怎么拿到的 美方最近发动了大规模行动 联邦特工把华为在美的14个办事处研发基地 分公司全部查封了 包括在硅谷 孟非斯 旧金山 洛杉矶 芝加哥 底特律 纽约 亚特兰大等多地的办事处 全部悉数查封 美国在安然事件后 已经很久没有以司法部名义 可以说以国家的名义 对一家企业发布刑事调查令了 加拿大在中国的人质问题持续发热 日前北约秘书长廷斯斯托尔滕贝格 呼吁中国依照司法程序 公正地对待两名被拘押的加拿大公民 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弗 斯托尔滕贝格1月31日表示 他正以优历的心情关注着去年12月被中国拘押的两名加拿大人的情况 斯托尔滕贝格呼吁北京当局解决加拿大的关切 加拿大政府要中国将两人立即释放 因地方选举惨败和不足20%支持率 而举步维艰的台湾总统蔡英文 在新年因史重获民众的大幅支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日表示的 中方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言论导致了台湾反中情绪严重的蔡英文支持率的上升 甚至被网友称作辣台妹还有了网红一样的人气 辣台妹原指性感的台湾女郎 但特指蔡英文时表示的是能让中国大陆尝到辣味的台湾女性 蔡英文9日在脸书上发文称 若台湾有需要时我们都是辣台派 可以看出蔡英文本人对辣台妹这个绰号也是无尽其用 她激进的反中反习立场正是恢复支持率的主要原因 新年一时蔡英文的反中路线表现得更加露骨 在一日召开的新年谈话开始向中国大陆要求 大陆要直视台湾存在的事实 次日表示台湾民心绝不接受一国两制 作为台湾总统也不采纳九二共识 这是从之前的九二共识作为历史存在而要尊重 到直接露骨表现出要台湾独立的意愿 25日视察台湾军队时表示 要长期做好作战准备 在27日知孝黄的信中写道 面对大陆压力 台湾一如鲜弱的花朵 争破石缝努力绽放 蔡英文越是露骨表示出反习 相应的中国大陆的反应越是激烈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马小光在30日表示 蔡英文装大力水手当网红 还扮花旦高洋状 环球时报称 靠操弄统独议题也许能让他暂时爽一下 但长远来讲极容易玩火自焚 但是蔡英文与中国大陆矛盾越大 在台湾的人气就越旺 在社交媒体把蔡英文化成 与中国对抗的勇猛小猫形象的偶像化 台湾著名说唱歌手大支 献给蔡英文的歌曲《辣台妹》 在YouTube上达到了数十万的点击量 在歌词中把中国大陆描写成粗鲁的爆发户 而蔡英文则描写成果断拒绝爆发户求爱的女子形象 去年11月 在地方选举中 亲中倾向的国民党大败蔡英文所在的民进党 因此蔡英文辞去民进党代表职务 党内元老们也要求放弃连任宣言 在舆论调查中满意率仅为19% 支持率跌至最低值 新年以来 蔡英文对华强硬表态导致了支持率的上升 在10日 台湾自由时报报道中 两岸政策协会舆论调查中 蔡英文的支持率达到了48.4% 调查机关虽有不同 但支持率上升了两倍 有余是肉眼可见的 29日 台湾TVBS表示 在2020年大选中 蔡英文有望以18.6% 胜过国民党强有力的候选人吴敦毅 中国外交部新来了一位党委书记齐玉 取代了退休的账业税 排名在王毅后粤语成贤 这是至少30年来 外交部首次由非外交系统人出任主要领导 而他的党建背景使人相信 外交部将更加意识形态化 齐玉来自由习近平同窗陈希控制的中组部 但他与赵乐际有更多关联 特别有趣的是 齐玉早在1980年代在陕西组织部工作时 与习近平的同父异母兄弟习正林同事 习近平的母亲是河北人 而在西安有他的堂弟齐杰 齐杰受牵连文革中在草滩的农场乌农 习近平在王法陕北北京时曾借助堂舅家 有人猜测这位齐玉会不会是习皇的表弟呢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发表 CKE Restaurants餐饮集团总裁 被川普提名为美国劳工部长的普兹德的文章说 中国政府现在宣布 2018年该国的GDP增长率 是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最低的经济增长率 2018年下半年 中国的投资、消费开支、制造业和出口 随着美国的贸易战打响都显著放缓 中国经济受到贸易战的伤害远比预期的严重 经济学者早就对中国官方数字的准确性存有疑问 总之中国经济发展正在迅速减速 而且不是巧合 几十年来美国还是首次挑战 打击北京咄咄逼人的贸易操控 华盛顿对中国货物加征关税 试图让这个共产主义政权改变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这个战略至今获得显著成功 川普的贸易政策对美国公认是好消息 但也隐藏着常常被主流媒体忽略的地缘政治问题 那就是毫无疑问 中国企图成为地区霸主 而北京追求的地缘政治目标和美国的利益冲突 例如北京支持北韩政权 近几年来继续在南中国海追求领土野心 已经清楚显示它想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 二十年来 随着中国经济难以置信的高速增长 其军力也随之快速增强 当川普总统第一次宣布将向中国加征关税时 很难预测他会实施何种战略 当时许多分析家预测 中国经济如同穿了防弹背心 而美国关税对自己经济的伤害比对中国的还要大 今天大家知道 这种悲观情绪是错误的 由于对北京采取严厉的贸易立场 川普得以揭示中国经济的弱点 证明其增长远比看上去脆弱得多 实际上 去年夏季加征关税已经开始令中国的精英忧心忡忡 显然 北京对华盛顿的压力毫无防备 上周 习近平召集中共顶层领导人开会 警告他们中共将面临严峻的危险和考验 他表示 党在维护长期执政 改革开放 向市场经济过渡 外部环境等方面面临长期复杂的考验 对中国政权的前途表现出紧迫感和忧虑 与此同时 中国的立法者正匆匆通过新法案 以便缓和美国对知识产权和强迫技术转移的不满 这已被川普视为头等大事 所有这些都预示 一旦美中双方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 就可能缔结有史以来最大的贸易协定 换句话说 川普总统揭示了中国经济的脆弱性 表明如果北京没有公然实行不公平的重商主义贸易政策 这个共产主义国家不可能维持经济高速增长 如果允许中国无意义的崛起 我们这个敌手和最大的经济竞争者将继续在全球挖美国的墙角 利用窃取的美国财富资助去扩张 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要把终结中国滥用贸易 定为他的首要任务之一的原因 多亏川普勇敢的新战略 使美国人和中国人现在都知道了 中国经济对美国贸易的依赖程度有多深 新疆问题持续发热 美国议员提名被中国政府囚禁的维族学者伊利哈姆·土赫提 为2019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今年49岁的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姆·土赫提 是前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 2014年9月被新疆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 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 美国13名跨党派的国会议员在联名签署一封 给挪威奥斯陆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瑞斯·安德森的信 签署这份提名信函的 由美国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卢比奥 新泽西联邦众议员史密斯 参议员加德纳 无党派参议员桑德斯党 这项伊利哈姆对提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 是美国国会议员让外界关注中国将大量维吾尔人 关押在教育营和其他据称践踏人权的状况 分析人士认为 如果伊利哈姆·土赫提或诺贝尔和平奖 他目前被中国政府的监禁将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要求北京释放他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